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银期货策略交流的负责人游客有 很高兴在这里能和大家一起分享竞争的切货商盘面 竞争的盘面用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股指回落商品多空交织 建材领跌有质有受走强 我们来看各板块的表现 今天股指期货出现回落调整 而商品之间呈现出一个多空交织的状态 其中建材钢铁煤蛋成为领跌的板块 整个黑色系集体走弱 饲料软商和化工也是出现回落调整 再来看到农产品方面的油脂成为今天领涨的板块 有色贵金属和原油也是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 所以今天整个盘面是呈现出一个多空交织的局面 我们来看今天的涨跌盘版 先来看到多头方面 互列涨幅超过4%以上 红枣 棕榈 苹果 淀粉 这些品种也是涨幅领先 那么其他的品种表现相对较弱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前10个品种的跌幅都是超过2%以上 尤其是玻璃大幅下跌4%以上 东力煤 尿素 焦烫 菜破 热卷这些品种 也都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回落 所以今天空头力量相对较强 我们来看市场热点品种具体的一个走势 先来看到多头方面 互列成为今天领涨的品种 涨幅也是超过4%以上 我们可以看到高开高走 日内也是表现较为强劲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波动性也是非常大 前期冲锻回落之后 那么今天赢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反弹 再次逼近前期的关键位 那么今天多头增上涨 那么关注到后市能否进一步产生突破 可以重点跟踪 再来看到护芯 护芯呢今天是向上突破横盘的区间 日内也是多头增上涨 那么表现非常强劲 可以继续跟踪一个多头的机会 再来看到红枣方面 红枣呢今天也是多头增上 那么前期经历了一波连续暴涨之后 然后是回落调整 今天呢再次突破前期的高点 创出上市以来的新高水平 表现非常强势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一个多头的表现 再来看到油脂方面 那么中旅游受外盘嘛 中上涨的影响 近期呢也是十分强劲 也是大幅上涨 创出新高 包括今天也是继续上涨 整个表现还是非常强势的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一个多头的机会 再来看到菜油和豆油的一个表现 菜油呢相对来说弱一点 达到前期的一个冠军队附近 目前呢还是处于一个临近位置 关注它能否进一步产生突破 豆油达到前期的高点附近 冲高河落 那目前呢短期有一定的阻力 关注它后市能否再次继续能量之后 进一步上涨 再来看到玉米和淀粉的一个情况 玉米淀粉呢近期也是处于一个底部 相对来说区间震荡的一个格局 日内出现一个反弹 淀粉呢相对较有强势 再次站上3000这个关口 关注它后市能否进一步上涨 那么可以保持关注多头的一个机会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主要是 有色金属以及农产品 多头表现较有强势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那比较弱势的品种 今天玻璃那么也是领跌的一个品种 日内呢表现比较弱势 前期冲高河落之后出现反弹 那么今天呢再次回到区间之内 日内表现十分弱势 那么可以关注它后市能否进一步跌破 感激气这个关口 再来看到动力煤也是类似的走势 那么前期冲高河落之后 今天呢是再次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下跌 目前再次逼近前期的关键位 如果进一步下铺呢可以关注一下短空的操作机会 再来看到焦烫焦煤那么近期呢是出现连续上涨之后 今天引来一个较大幅度的回落调整 那么也是打到前期关键位附近 那么出现回落 那么前期老仓的多达需要做好盈利的保护 再来看到体况时 那么还是延续了一个弱势的表现 破位下跌之后 虽然今两日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 但是今天呢是再次下跌 整体表现还是十分弱势 那么如果进一步走路呢 可以继续跟踪一个空头的趋势 再来看到楼文热卷的一个情况 楼文热卷呢近期也是处于一个宽幅震荡的格局 那么近期出现反弹之后 今天呢再次回到趋势之内 包括楼文也是类似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近期整个来说行情的连续性比较差 所以尽量以观望为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黑色系 今天呢是联动出现一个下跌 那么如果进一步集体走路呢 可以关注空当的一个机会 再来看到菜破 斗破的一个情况 菜破斗破呢近期也是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之后 今天呢也是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调整 目前再次打到前期的一个关键位附近 如果进一步下破呢 也是可以关注空当的一个机会 包括斗破也是类似的一个走势 那么下方350个重量的关口 再来看到鸡蛋 鸡蛋呢今天是破位下跌 整体表现较弱势 可以关注空当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双破和鸡蛋的表现是比较弱势的 目前黑色系 以及饲料 整个来说表现是比较弱势 而油脂 以及油色金属呢表现比较强势 所以说目前整个盘面多空分化是十分明显的 我们来看市场给大家一个交易策略 区间宽幅震荡 缺乏持续多强空落 对冲操作风险 所以目前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盘面呢 是处于一个宽幅震荡的格局 那么行情持续性相对较差 尽量以日内短线操作为主 在此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多强空落 多头热点呢 主要是关注农场品当中 油脂以及红枣可以重点跟踪 油色金属 护心和护念呢 我们也可以保持关注 空头热点主要是黑色系当中 弱势的品种 铁矿石 动力煤和玻璃 农场品当中 鸡蛋 包括双破呢 也是保持跟踪 所以说目前可以进行一个多强空落的最统操作 那么这样呢 既有利于补着这些热点品种的交易机会 同时呢 也有利于降低我们持续的一个风险 更好的锁定盈利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个交易策略 希望对大家的收拾 有所帮助 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